原标题 郁慕明称部分台湾人寄望于大陆 郭台办回应 中新网12月13日电 日前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表示 现在部分台湾人更寄望于大陆 对此 郭台办新闻发言人安峰山今日指出 大陆这些年的发展建设成就和对台政策所展现的诚意和善意 再加上目前两岸现状的对比 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以客观和理性的眼光看待大陆 随着大陆的继续发展进步 这样一个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 郭台办今日举办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提问 新党主席郁慕明表示 台湾这几年内耗严重 大陆却一直在发展成长 过去实际希望于台湾人民 现在变成了部分台湾人更寄望于大陆 怎要看这种表述和这种转变 对此 安峰山表示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墙起来的飞跃 而且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当前我们在十九大所拨化的宏伟蓝图之下 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为了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墙 国而努力奋斗 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他强调 大陆这些年的发展建设成就和对台政策所展现的诚意和善意 再加上目前两岸现状的对比 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以客观和理性的眼光看待大陆 使台湾民众开始认识到 大陆对台的这些政策和态度是真心实意的 大陆对台湾是机遇 而不是威胁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有利于两岸同胞的利益和扶持的 而搞台独却会对两岸同胞 特别是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造成损害 我相信随着大陆的继续发展进步 这样一个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 张言